最近蠻多人慢慢的開始運用AI來輔助製作簡報 但是蠻多人在製作簡報這個過程中好像有遇到一些挫折挫敗 不太知道要使用AI製作簡報要怎麼樣才能做成比較有品質 或是用什麼樣的流程來製作才可以比較節省時間 因為有人說他用AI做簡報反而花了更多時間 為什麼呢? 今天我們就來分享一下我自己個人使用AI在製作簡報的時候 整體的流程大概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往下來看吧 GO! 嗨大家好我是阿桑 在開始之前大家先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現在如果想要用AI來製作簡報的話 會是用哪一款AI服務呢? 是目前最主流的ChalletGD跟Gemeline還是其他的AI服務呢? 不論你是使用哪一款AI服務來製作簡報 基本上都可以參考一下我今天要分享的這整個製作流程 會讓你在使用AI製作簡報的時候會覺得更有效率一點 也比較不會耗費太多時間一直在等這個修改的部分 我們就往下來看吧 好最近又有蠻多人來問我說 如果我想要使用AI製作簡報的話 具體流程有沒有什麼建議的方式來製作呢? 會比較有這種高品質一點的簡報 或者是呢可以更減少這個流程讓這個製作簡報效率更好一些 好今天我們帶來簡單的分享一下我自己使用AI在製作簡報的時候 大概會怎麼做 那今天呢我主要就是用Gemeline這個AI服務來作為範例 那其他如果你是用ChalletGD或其他AI服務 其實大致上的做法可以是差不多的 那像Gemeline來說的話呢 一般人在製作簡報的時候 我們可能只會用一句話告訴他 生成什麼什麼樣的東西的簡報就這樣 但是呢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再更細化一點 可以讓這個簡報的內容會比較完善以及詳細 今天我們的整個流程會一步一步來 就不是像這樣子 用一次性的指令來完成我們想要的簡報內容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多次性的指令 也就是一層一層一層的來製作 好首先呢我們原本是講一句話嘛 那我們可以先把它增加一下 我們可以說呢我們想要生成一份什麼什麼的簡報 那請他具體的去提供策略建議啊 或者是其他相關的分析等等 這個我覺得在簡報裡面是蠻重要一件事情 再來簡報的風格 你要告訴他你想要是什麼樣的風格 好最後呢可以告訴他 你只要先生成簡報內容就好 確認之後才會往下製作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你讓AI一開始就做好這個內容的話呢 直接做成簡報的話 那會有一個麻煩的部分就是 當你要再修改某個部分的時候 可能只是文字內容 基本上呢他會整份簡報重新跑過 那你去跑那整份的簡報檔案的時間呢 會比較長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修改簡報的文字內容 速度就會快很多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呢 可以讓AI先把簡報的內容 先完整的去編輯好之後 我們再來製作成簡報 這樣會更有效率一點 那開始製作簡報之前呢 我們可以用工具 選擇Canvas來製作 接下來我們就按照這樣的指令 把它送出 當然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個部分呢 你可以自己再更細化一點 你要做的簡報的內容 以及相關詳細的資訊 可以給他更多 甚至你可以給他一些附加檔案 來作為參考都是可以的 那我今天是因為做範例 所以是只有簡單的兩句話 來描述我想要這個簡報的內容 我們把它送出 我們等他來生成這個文字的內容 我們來看一下 他大概就已經生成了這個簡報大綱主題 然後並且有分成了每一頁的這個內容出來了 這時候你可以先大概看一下 這些頁面裡面呢 有沒有你想要再增減的這個內容 如果有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跟German來講說 你想要哪一頁要修改什麼東西 或是你在哪一個部分 想要再增加什麼東西 比如說呢 他這邊策略只有三個 我們可以跟他講說 策略要增加到五個 我們來看最後面這邊 他就生成了 就是策略4跟策略5出來了 就變成從三個變成五個 你就可以這樣看這些文字內容 確定都修改完之後 我們才開始來讓他製作成簡報 你看像我們剛剛這樣 只是要修改這個文字的內容 速度就快很多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就把它做成簡報 再來一一的去調整跟修改的話 那個耗費的時間會來回花掉很多時間 在簡報的增減上面 因為變成簡報之後的修改時間就會變很多了 即便呢 是像剛剛我們這樣子 如果只是要增加策略4策略5出來 那你透過修改文字跟透過修改簡報 時間耗費是不一樣的 如果確定沒有問題 檢查之後也OK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告訴German來呢 我們可以開始製作成簡報 直接告訴他呢 開始製作成簡報就可以送出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等他製作完成 好這樣呢 他就製作完簡報了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來看一下 他生成的這些簡報內容 看有沒有哪一頁 你想要再去調整什麼東西的 像比如說呢 預設AI的這種排版 大概都長這樣子啦 我覺得不會差異太大 但是至少我覺得German現在的這種 排版呢 是有進步蠻多的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像這種 品牌銷售排行榜 那假設你不想要橫式的 你想要直式的 你可以直接告訴他呢 第4頁的這個排行榜 改成直式顯示 然後來修改第4頁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很多人還不太知道說 你在AI裡面製作簡報 你可以直接簡單的告訴他 你想要修改第幾頁的這個內容 然後把什麼東西改成什麼 就把A改成B 或者是呢 這個排版或者是顯示的方式 可以換一種 甚至你想要修改這個每一個的顏色 這是都可以的 那這個部分呢 你都可以直接在AI這邊呢 跟他溝通 你想要怎麼修改 可以講到很細節 這個是完全OK的 好我們可以看到 像第一次修改這個第4頁 已經改成直式了 只不過這個 直式這個直式的 趴數的高度呢 不太正確 這個部分呢 其實只要持續的在指令這邊呢 下給... 這部分呢 其實只要持續在下指令 讓German來去修改就可以了 這部分我們就先把它略過 只是告訴大家如果你想要局部的去修改 什麼樣的內容 直接在這邊就可以直接跟他講 那如果修改完後 比如說直式 你覺得還是不太好 或是怪怪的 那想要恢復的話 像在上面這邊 可以直接用前一個版本按下去 那就會回到前一個版本 那就會回到我們剛剛原本 橫式正常的樣子 所以呢 即便你修改後 如果有錯誤又有問題 當你改不回來的時候 直接按back 就是回到前一個版本就可以了 就可以搞定這個問題 再來下一個部分呢 當我們在製作簡報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配圖的部分 那German來呢 本來就自己可以生成圖片嘛 所以要改變這個配圖 也是輕有一舉的事情 所以當你在檢視製作成的簡報的時候呢 如果你看到哪一張配圖 不太符合你的需求 或者是呢 某個地方你想要增加配圖的話 你一樣可以在指令這邊 告訴他 你想要修改哪一頁的這個配圖 然後想要改成什麼樣子 那比如以這一張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來稍微調整一下 比如我講說把第九位的配圖 改成現實的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他 更新圖片會不會長什麼樣子 好雖然呢 最後呢 更新了第九位這個圖片 那他生成的這個結果呢 不太符合這個主題啦 但是這個部分一樣 你可以從指令這邊再去取代一次 但是我會建議 當你要取代 某一個頁面的圖片的時候 不要只有跟他講說 換一張去取代 因為像Google的話呢 他有一些簡報 這個圖片的內容呢 他是直接去找 網上現成開源 可以直接使用的圖片 所以如果你跟他講說 你只要取代某張圖片的話 他有時候找來的這個來源 不一定會正確顯示 比較容易出問題 所以你可以跟他講說 用生成的方式 來取代這個圖片 比如像我剛剛最後講的是 第九位的圖片沒有正確顯示 直接生成一張來取代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指令下的不夠明確 所以他只有生成一張 好像跟這個主題沒有太大關係的圖片來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跟他講說 直接生成一張取代 並且後面再加這個圖片的指令給他 你想要生成什麼樣式的圖片 這樣他在簡報裡面生成的圖片 比較能夠正確的去顯示 好最後當文字跟圖片 你如果檢查完之後都沒有問題了 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就是要來修改一下 簡報的風格 大概要長什麼樣子 像現在呢是比較深藍色科技化一點的感覺 那比如說我們想要把簡報的風格 改成比較亮色系的 那你可以跟他講說 把簡報風格改成亮色系的 當然這一開始你可以把指令 直接給他講說 你要風格就是要亮色系的 當然也是有可能 像我們做到最後才想到說 我們想要可能改成亮色系 會比較好看一點 甚至我們一開始呢 其實有講說是科技感 但我們也不知道科技感會做出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可能想試試看 那最後再修改成 什麼樣顏色的色系 那也是沒問題的 送出之後讓他再去做修改 那你看他這樣就把整體的風格呢 從原本比較暗色系的感覺 變成了這種亮色系的 其實最主要是改成白底 那顏色呢把他反過來的感覺 整體看起來又不太一樣了 所以呢這個部分可以大家 依自己的需求以及喜好 然後再做調整 大原則呢我們的順序 就是先做好文字內容之後 再把它做成簡報 那做成簡報之後呢 我們要先修改圖片 然後圖表以及排版的部分 沒問題之後 我們最後再來調整風格的部分 就可以了 就用這樣的流程來製作簡報 使用AI的話呢 你就會覺得效率會比較好一點 但如果你一開始就把簡報全部弄出來 然後才去一一的調整的話 那會就會花比較多時間 特別是在文字調整上面 那基本上呢我們今天簡報的這種製作流程介紹呢就到這邊啦 那我們今天講的這個範例都是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去告訴大家 那實際賽製作的時候 記得要跟AI溝通的方式是要用比較明確 而且詳細的這個指令 那你製作出來這個品質或是內容呢 才會更貼近你自己的這個需求以及要求喔 看完上面的介紹之後呢 大家可以開始試看看用這樣的流程來使用AI製作簡報 是不是呢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就不會再像以往一樣 先把簡報全部做好之後 再一一的來修改 比較不會那麼耗費時間喔 今天的影片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AI相關教學的話 別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我是阿湯 下次見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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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